小朋友每笑开怀的表情 还有跳跃的动态姿势 春节画面被相机给拍摄下来 这些都是花东地区小朋友的摄影作品 在台北市举办孩子的另一扇眼睛摄影纪录展 共展出了120件 展现了孩子们在部落的生活 我拍部落的三啊 然后还有爸爸妈妈 然后还有亲戚别人啊 就拍他们 把生活的故事把它记录下来 全部记出来 全部记下来 就是觉得只要有看到好奇 或是什么很好看的东西 就把它拍下来 可以拍很多好玩的或者是可爱的 别人滑倒的时候拍下来 这是公益团体所办理的 校园摄影生根计划 透过12位摄影之工 从台北台中远到花东地区的 初来国小 官商国小等 七所部落小学 历时了一个学期的教学 让孩子们学习摄影 现在是一个必须要讲求创意 必须要讲求美学的时代 那么也因此当开始用摄影机 让孩子透过视窗 看到了他部落的美丽 讲述了他看得到的故事 或者描绘他的心情的时候 其实某种情况下 也让他们提升了对自己的自信 一张一张的照片 记录了孩子们家乡景色 并留下童年故事 更从相机镜头 看见孩子们的视野 接着我们将把号台北市采访不到 好